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博文焦点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美国 除了看见飘扬的星条旗 各式的教堂便映于我们的眼帘 宗教是美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宗教联系着信仰和内心的敬畏 一个人的成长 没有宗教是不完整的 中国的学生来到美国 应该打开他们的心扉 了解和接受宗教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教育与佛教 我们连线的嘉宾是王贵兰博士 下面有请王博士 王博士向您请假的问题是 您是如何接受和认识佛教的 我真正接触佛教是二十几年前 感恩雇用我的那所大学 在我行政工作之外呢 请我交一门当代中国文化课 我知道讲这门课呢 不仅要了解中国历史 更要知道这个鲁士道 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在我备课时除了自己有限的知识外呢 我翻阅了不少相关的书籍 刊物 当时我觉得让我赶出最深的呢 就是佛教的一个祭语 叫做恶莫做 纵善奉行 因为这句话呢 就跟我童年时候 老一辈教导我们小孩子们一样 就说你们不能说谎 不能偷东西 要多做好事 不能做坏事 就说坏事做多了 你们就会将来下地狱 所以这句话就跟我 这个佛教的这个东西就连上了 所以呢 就是 当然我真正认识佛教 也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同其他宗教比较后 让我呢 逐渐加深了对佛教的兴趣和认识 我非常非常感谢 多年前的一位台湾来的朋友 推荐我阅读星云大师倡导的 人间佛教学报 这份学报呢 我读了第一次后呢 就是我每天早上必读的 所以呢 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 有时候 就是吃早饭之前 我就读一篇 读一遍 它是每天都有新的 还有呢 就是两年多前呢 我回中国 在动车上认识了一个朋友 就出交 他建议我啊 一定要上网听这个 净空老法师讲经说法 他说 当然他说了很多他学到的东西 我印象很深 回美国后呢 我上网第一次听了净空老法师讲 就感触非常深 也就没再中断过 记得我同朋友 同事们聊天的时候啊 我就经常跟他们这么说 我说佛教对我来说 不是宗教 它是一门人生哲学 我还不懂其他的了 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 是非常好的人生哲学 当我听净空老法师讲 大乘无量寿经时 他说他初学时啊 教他的第一位老师就说 佛教是哲学的顶峰 并且远远超越现代科学 那是他初学的时候 二十六岁 他今年都九十多岁了 你说那是多少年前的 所以我当时听了之后啊 非常非常地高兴 因为佛教啊 就是让人们认识 做人生的真相 所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 就是说现代科学啊 已经在不断地 间接地或直接地 去证明了这一点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就是说 就是说好多我们平常人认为 迷信的东西 比如说人有灵魂的存在 因果关系 像由新生 净水新转 这些佛的基本概念 现在好多这个科学啊 已经证明了 所以呢 我就想这个佛和 诸多的这个菩萨啊 在几千年前 通过禅定的方式 就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并且比 远比现在科学所了解的 要深得多 要广得多 我这么说吧 我认为佛了解的 对宇宙人生的境界的了解啊 可以说小到无内 大到无外 小到无内呢 就说 就是 那就更不用说了 小到无内就说呢 细小到我们人起心动念 他都能知道 然后呢 我们每个人的素食姻缘 他也知道 他也晓得 大到呢 就可以说是三千 大千世界 做空间 我觉得这个 这个深度和广度 远远的超过 现在的科学 所以呢 我从事高等教育 从中国到美国 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然后呢 我对这个佛教的认识呢 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我 我总觉得我还是个初学者 我认为我是个初学者 因为像金通老法师讲的 我大概就是一年级的 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小学生 但是我自己觉得 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好像还是在入学门的学金班里头 因为这个就是要知道东西太多了 就是说 就是我要学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我这个关于这个要讲这个教育佛教之间的关系 我只能从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浮浅的认知来谈 有不对的之处呢 还得请您谅解 请诸位谅解 王牧师 说来非常有趣 昨天晚上啊 我在这个YouTube上看视频 无意中就发现了一个介绍南京 在南京呢 有一个大报恩寺 他们就去发掘发掘 发掘之后就发现了 有一块石板 实际上是宋代的 它实际上就是报恩寺 是在他这个宋代的寺庙上面建起来的 然后就发现了 里面有舍利 就是佛者的舍利 并且是一个丸子头盖骨的舍利 这个呢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这个就是说按照佛教说法 建舍利是于建佛者 那也就是说 这佛者对中国那是特别的关爱了 所以我当时看到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今天我们就要做这个节目嘛 王博士我想问您的问题是 您我们把目光拉回到中国的留学生 您知道有几十万上百万 中国的学生来到美国学习 您觉得佛教对这些中国的留学生的成长 有帮助吗 我的回答是佛教能够帮助学生成长 因为佛教本身就是教育 这个这一点是我认为非常重要 我认为因为一开始我接触佛教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佛教本身就是教育 据记载吧 释迦当年是位王子 因为看到人生 就是四伤僧老病实 名副父亲等这些现象 他十九岁的时候就离家了 去领早 一苦得乐的这种途径 所以呢 他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去学 当时在印度那个地带 他可以说是把该学的东西都学到了 建文也特别广 但是呢他都没有能够找到他所寻求的 或他认为理想的法案 所以他三十岁啊 就把所有的这一切 他的 他的 就是这个王子的这个 这个家庭这种 这种富裕的生活 还有他所学到的所有的知识 全都放弃了 他就进入禅定 就是进入修定 可以说吧 进入修定禅定都可以 他是在一棵菩提树下 大彻大悟 后 大彻大悟后 他就一直教学 教了四十九年 一直到七十九岁的时候 他研究 所以呢 我认为佛教本身它是教育 所以它能够帮助学生进步 我认为这个 从这点上来讲 还得从 我认识佛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来体会来讲出来 因为我认为要有三个 必须要相信的前提 你要想象佛教帮助 你必须要有三个前提 要相信的前提 第一个呢 是要相信人有灵魂 这个非常重要 人死后啊 这个灵魂还在 而肉体呢 你只能看出 它是灵魂的一套衣服 人死了之后 这衣服坏了 你就丢掉了 不要了 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要相信六道轮回 因为既然有灵魂存在 这灵魂都哪儿去了 所以你要相信六道轮回 六道呢 就是我想 很多人都知道 有三善道 就是天道 阿修罗道和人道 还有呢 就是三恶道 就是恶鬼道 畜生道和地狱道 所以呢 这是六道 第三个前提 要相信 必须要相信的前提 就是因果报应 这个 因为人啊 通过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口 叫声口意 还有你的意念 这个显示的行为啊 可归为这个 善恶和恶 恶因 善恶和恶因 这两种 所以这个报应呢 因果报应呢 就反映在 根据每个人的善因 善因和恶因的不同 而轮回到 在六道里面 不断地轮回 永久地轮回 所以呢 这个这一点呢 我就说 这个三个 必须相信的前提呢 在目前来讲 已经有不少的 实力和科学的证明 这已经不算很难的问题 过去我们常说 这是迷信 这是迷信 我们都不信 实际上 现在科学和这个 实际的例子 已经证明了 这个三个东西的存在 我想利用这个时间 给你讲一个 我几年前看过的一本书 还有这一些例子 几年前 我就是就在美国 读了一本书 我是一个作者 当然是美国人 是用英文写的 这个他的书 他的书的特点呢 就是他采用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所以呢 他采用的 都是他手术中 和生活中 建了一个实际例子 来说明什么呢 灵魂的存在 说明人死以后有轮回 他说 他这本书 又说明这两点 他整个说明了 就是他整个 对这个感兴趣 因为他不是学佛的 我一开始以为 他是佛教徒 但是看他 没有任何 佛教的这个 背景 所以当 就是当他在这个 发现呢 就是他发现 这个平静死亡的 一个患者 他又回来 他就回来了 然后他这个患者 就跟他讲 他说他看到了什么 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这个就让他 特别震惊 因为任何一个患者 尤其像他这样 重病患者 在手术台上 能够看到 任何患者 在手术台上 都不能看到的细节 所以这个就让他特别震惊 他这个之后呢 他就开始做实验 做什么实验呢 就是他在这个手术 手术的这个台上的灯罩上面 放一张纸条 这纸条上面写着字母 或者是英文字母 或者是几个数字 他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没下了手术台 但有些人还是下了手术台 下了手术台的人呢 我呢他就会问他 他说你们在手术过程当中 看没看到过什么 这个什么有字母啊 有什么什么东西 那当然了 有的就告诉他 他看到了什么 就说了 正好和他这个台 就是手术台灯罩上面放了 放的那张纸条字母 和这个素质是一样的 同时有的人还会告诉他 手术的一些细节 所以呢 这个就 他这个例子 他这个案例吧 就是不是一个人 是很多 不少人 所以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人的灵魂存在 就说这一点来讲 他证明两个 一个是人的灵魂存在 另外呢 人灵魂是可以脱离你的肉体 在同一本书里呢 另外一个让我记忆 游行的案例 就是有一个 七八岁的小女孩 这个是呢 这个小女孩呢 就是七八岁了 我忘了是七岁是八岁 反正就跟他父母说 让他父母呢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去找他另外的父母 他想见见他另外的父母 这个他这个父母就说 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怎么可能害有父母呢 他说我真的是有 害有爸爸妈妈 你们一定要带我去 并且把这个 另外的爸爸妈妈 弟子住址都说出来 这个住址呢 确实离他们现在 当时的家呢 也不是很远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 第一呢 觉得这个 就越说呢 就觉得很离奇 所以呢 就带着这个 他们因为在美国这地方 父母都很希望 满足小孩的希望和要求 他们就开车 就带着这个 他们的女儿去了 去了之后 还真有这个地方 还真有这个弟子 他们进了屋之后 说明了来意 然后呢 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他们知道 就是 这对父母啊 在七八年前 八年前 有一档车祸 车祸的过程中 他们失去了 自己的女儿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 说明人有轮回 但是轮回的这个案例吧 我记得 我们要是中国人的话 我们都是中国人 知道的就挺多的 我也在好些刊物上 看到过这方面的例子 所以呢 这个 我说这个 这方面呢 已经是不难让人相信 另外我想说的 就是最近这个 就最近 就这个月 我看到了这个 最近纽约时报 评出三位科学家当中 有一位叫Dr. Lanza 因为我以前看过他的书 所以我特别好奇 这个Dr. Lanza 就在他写的一本 《生物中心论》里边 文论 《生物中心论》不会结束 因为永远活下去 他们的灵魂 灵魂呢 会穿进不同的宇宙空间 和维次空间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种科学的结论 不就证明了吗 佛陀在几千年前 就收获的事情 所以呢 这种 我说这个 这三个必须相信 这是 现在已经是不难相信 但是 还是要相信这个 这个几个前提 这样的话呢 再了解 相信灵魂的存在 相信这个 六道轮回的因果 报应 在前面下 就不难看出 佛教如何能够帮助学生 王博士 因为涉及到佛教啊 佛教有很多类别 我们所知道的啊 比如说小乘佛教啊 大乘佛教啊 还有什么藏传佛教啊 禅宗啊 净土和净宗等 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学生 特别是中国学生 应该了解 或者说学习 什么样类别的 佛教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我最近印象最深的 就是说 这个佛教的类别很多 常听说的就是 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你当时也问这个 你就是懂的人了 他说七十八万四千 就是说明无量 就是法门无量 他说为什么是无量呢 因为众生就是无边的 这个众生不讲是 我们不光是说是 地球上所有的人 所有的动物 有生命的 有情的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 确实非常多 所以他的法门呢 是根据众生 这个无边 众生众多的人来讲 所以他这个法门就特别多 就可以说是无量 所以这个 有四大宏愿里边就说 众生无边 寺院度 然后呢 就是烦恼无限寺院段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层 这就是你要细想起来 就和我说这八万四千法门 或者是无量的法门 是一样的 是非常有关联的 所以呢 从概念上讲 这个实验说 这个佛的法门 是无边的 无量的 但是呢 就有两种 就是不是大称 就是小称 这个这两类 但是呢 就是从这个 从中国佛教史上讲话 中国的小称大称 一共有八派 有八个派别 但是到唐朝末年 小称就没有了 小称佛教就死掉 为什么呢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先贤 先贤们 或祖师大德们呢 认为这个 还不如学我们的 辱道和辱道 就是辱家和辱家的两个 他们就跟小称很相近 所以呢 就从这个宋朝开始 进后来的一千年呢 就是一直用这个 辱道来代替小称佛教 所以呢 现在辱道几乎就没有了 也不能说没有 几乎没有 现在中国人学佛的 一直就直接进入大称佛教 藏传佛教呢 也是从这个 印度传入的 因为历史和习数的不同 他这个比较地方化了 但是其他方面 从大称佛教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讲到禅宗 禅宗和净土 也是属于大称佛教 没有 不是小称 是大称佛教 禅宗强调是自信 理解空 理解空的真实性 你可能听说过 唐朝除了个六祖惠能大师 这是唐朝出来的 他有五句话 就倒出了这个禅宗 主要的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这样 他说 何其置信 本自清静 何其置信 本不生灭 何其置信 本来俱足 何其置信 能生万法 这个你要知道 这个惠能大师 是不识字的 他一生 就是 他当时就是 以砍财为主 和他妈妈 就是帮助 他和他妈妈 在一起生活 但是他卖柴 就有一次 他卖了卖柴的时候 卖了一家客店 这个客店 卖完柴之后 他窗口 走到窗口下面 他听见有人在 在读东西 他就站在那听 听了之后呢 他就 他觉得 他都听懂了 他就敲门 进去 当时那个 给他开门的人呢 见他 就是这个 佛性特别强 就建议他去 去见这个 就是大人 禅师 就是乳祖 他让他去 去这个 去治黄梅 后来他去了 他当时就说 他说我没有钱 我只能养家呀 这个人特别善良 就给他十两银子 这个十两银子 对他来说 他一年也挣不来呀 所以对他 他就特别高兴 然后他说 那我还有个老母亲 我要孝敬 他说 那个人就说 由我们这个佛弟子 说学佛的佛友 来造个你的母亲 所以他就放下这些 就去见了五主 所以他这个六主禅 六主慧能大师 这个是禅中的 特别有代表性 他自己写了 这个谈经 也是 这个净土呢 净土当然就是 另外一个法门 净土法门呢 它是以 无量寿经 就是为代表作 那其他还有 这个佛陀经呢 阿弥陀经 还有其他的一种 就是三种 他这个是比较呢 就是简易 简单 就是说 你只要相信他 你要有这个 发这个愿 这个大师祖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由法杖 现身成为阿弥陀佛 他是成为 阿弥陀佛本来是应该 在这个斯加莫尼佛 前面成活的 后来他是后面 他在斯加莫尼佛 后面成活 他宣扬他有48任 其中他对中间的18任 就是讲的 就是要持您 坚持念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持您 要信 要愿 要持您 就能够往生净土 这个是这个 前中主要是讲的 所以我 我这个 我认为这个 我一开始说起来的是 怎么说呢 是 我第一本看到的佛经 是金刚经 所以他听的那个 慧能大师听的 就是金刚经 当时的金刚经 他就是金刚经 最后的结尾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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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空 他就是讲空 空了实际上就说 他就说现在的东西都是 一切有违法都是 梦幻泡影 就是跟这个梦幻泡影一样 就是你能够理解这个 我当时 这个当然是 我是80年了 80年代 80年初吧 我从北京回东北农村去探亲 当时一位亲民就送我一首超本 一本金刚经 我看了几遍我也看不懂 真的不懂 后来带到北京 带到美国来 我也看不懂 后来最近这几年呢 我学 就是学专门 专政的写这个无量寿经 前几天我 搜索书架的时候看到了 看到之后呢 看到两遍 我竟然觉得 我看懂了不少 所以 金刚老法就说 一门深入 老长期心修 这很有道理 你说不能学太多 就是一门就行了 王博士 这个佛教跟中国文化呀 确实从东汉佛教传递过来 从印度 跟中国文化融合 在中国有很多高僧 比如说我们说的玄奘 唐僧 玄奘是从唐朝去取经 西行取经 那是非常艰苦 他的目的地是印度 现在的中国学生 也是西来取经 但他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是现代的西方 他也是来取经 来什么学科技呀 学能文呀 应该说都是学生 其实玄奘也可以说是留学生嘛 那么我想问您的问题是 因为佛教啊 他还是要求人的内心平静 要求人的善良 但是我总觉得 他还是缺少一种竞争的意识 您要知道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 在美国马上面临着H1B 要去找工作 未来很多学生还希望在美国继续的发展 那么他是需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那么佛教的教义 能否给他们 以帮助您 能不能谈谈您的想法 这个我要说的话 我肯定会说错一些东西 但是我认为我还是可以散开 把我自己的体会告诉你 这个我一开始我就说到 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位法师 星雲大师 他是这个 他所倡导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 在他的这个倡导里面就说 人间处处是道场 就说任何时候 就说你要学佛的话 你和你的父母 你对待你的父母都不好 你对待你的兄长都不好 那你这个 你不是真心的学 对吧 就说你刚才讲到竞争这个 尤其是当代这个社会 当时的玄奘大师 是到西方到印度去取经 现在呢 我们中国的学生呢 也到了西方 到美国来求学 但是这个我可 我自好这样说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这个目的 因为 唐玄奘去取经 后来又把这个经翻成了中文 这是他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人 咱们可以说 可以说每个人都看过 就是西游记 但是西游记本身这位侯 他的佛就是去取经的 就是反映了这个佛教里边的魔道 和这个人道 和天道 鬼道 什么道都有 所以就可以说 如果说我再有时间 再重新看一张 看一遍这个西游记 我相信我的印象 我的感想 肯定和我几十年前 看的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对于学生来说 在当今这个社会 这个竞争 就是我认为 这个理解还是要 我的理解还是不一样 因为什么呢 这个竞争呢 就是在 在某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我得比他强 我得超过他 但是这个时候 这有好多人 已经是不择手段 这个不择手段呢 就带了很多 不好不好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 他也不会成功 我们前面讲 就说 讲到你要相信因果报应 那个时候 咱们现在中文 不是大反腐吗 反贪腐 这个好多报应 你看不是已经到了 已经在好多人身上 已经反映出来了 所以呢 所以说我说呢 这个学生 来求学 这是一件好事 好事第一点呢 他走出了家门 走出了国门 然后呢 他走出了国门呢 他又觉得 他有这个 在文化上 他又多元化了 他学到的东西 就不一样了 但是真正在竞争 这方面呢 就是从 星运大师来讲 从我自己学到体会的时候 我要学到的东西 我要学会做事 同时我要学会做人 这个做人呢 这个是随时都要强调自己的 所以这个佛教呢 强调你要做人 做一个好人 然后呢 你到西方来 来到西方美国来学习 好多是学习知识来的 所以学习知识呢 是不一样的 学习知识呢 就是说我要学会做事 比如说我要当一个工程师 我学建筑 我想当一个这个设计师 建筑的设计师 我要学这个生物呢 我要学这个 我要当一个什么什么 所以他学什么 他有这一幕 学会怎么做事 所以这个如果说 人要能够把这个佛教 用在这个 用在这个做人上 然后他学姿势 就会学得非常好 我就跟你这样说吧 我当时学的 我上课 研究生 当研究生的时候 我每个星期学五个课 多起一门深入 那绝对不是一门深入 所以忙得我整天焦头乱纹 但是我还是有决心 有目的 我要把它学好 所以这个竞争呢 就是说 要在前提下 你要其实竞争 你也不是跟别人竞争 跟你自己竞争 你要建立一个 非常明确的学习目的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一门课 参考的时候 要专心听老师讲什么 我要专心听 其他学生的参与 我要专心 把我应该学 什么东西看到 这就说明 就是说 你就学到了 你就可以 你竞争 你达到的目标 你建立的目标 你达到了 就说明你赢了 所以呢 竞争呢 就不应该是 我要比他强 我要比 我要当第一 就像从这个 整理上来讲 就是说国与国之间 就不说家与家之间了 就有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现在我们 正好是看着了 这种竞争 很多时候就变成掠夺 变成侵略 变成战争了 不是竞争了 所以呢 这种时候呢 就是我们已经 现在看到的 这个战争也好 这个什么也好 这个好多竞争 好多人在竞争里边 失败的 好多人在竞争里边 不择手段 他失败的 得到报应 有的没有报应 那你要 你要相信轮回了 你要相信 因果报应 有的时候是三次的 三次的话 就是说不是当今的 有的你做得太饿的话 那就现报了 所以呢 你理解这方面以后呢 就特别很好的 对待竞争 你就会竞争 是跟你自己 你就自己 你建立自己 非常明确的 学习目标 你要是学 学医的 你就把你的医术 找了好 学好 专心致志的学 而不是学了之后 拿着 我知道我能开药 我开了毒药 我把它毒死 那就是作恶了 就不是你 你就没有义德了 咱们说 哪个行业 都有行业的德性 就是有它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搞教育 当老师的 我们有这个行规 对吧 你当老师应该怎样 你的作为 你的口 你的这个讲 和说 你的这个行 你的教 你有它 你有规则的 你要按照规则去做 但是学生一定是这样 王博士 您的经历 我很感兴趣 我总觉得像有点反 为什么这样说 您看 您是在中国读了大学 然后您是说中文 佛教是从 印度那边衰微以后 从东汉 传到中国 在中国还得到了 巨大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其实要说佛教 中国是最好的学习地方 你又来到了美国 又说英语 并且呢 您又在美国从事教育 所以 那么应该说 你应该信基督教啊 基督新教啊 所以说您说 让中国的学生 留学生信佛教 是否在美国这个国家 是不是有点水头不服呢 您的观点是什么 这个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在我这个 就是你喜欢我 从中国来 我一开始我就讲到 我们那 我的长辈 我的长辈那时候 这是五几年的时候 可以说他们告诉我们 不能说广 不能偷 不能什么 要多做好事 但是别忘了 我经过文化大人命 文化大人命那时候 把佛 所有的家里有佛的 全都给你收走 就是说这是四旧 然后破四旧立四心 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后来的在 我在中国一直读到大学 这些经历啊 就是不光是文化大人命 后一之后边的 这个经历过来 对我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教育 我来到美国之后 我觉得我这么想 美国给了我 很多很多方便之门 因为在中国 好多东西你找不到 你看不到 我不说你这么不爱国 我我要讲到说 你刚才说的 是否是 为什么不信基督教 我到教堂去 我一开始 因为我要了解 美国的文化 我要介入 融入美国 美国的文化 我必须要了解 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宗教 是它文化当中 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确实是 就是在我读 读这个研究生的时候 我就 星期天我去教堂 我去听经 我自己到现在 还有这个 就是 圣经 但是呢 我在我研究 教当代中国文化的时候 我必须要回去 要重新把这个 武士道捡起来 所以当我学习的时候 真正对我 就感兴趣 我就学得比较深入了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要比圣经 圣经也好 因为我认为 所有的宗教 有一个核心是一样的 就是爱 你同意吗 真的 就是所有 不管哪一门宗教 它的核心都是爱 它真正的核心都是爱 所以呢 就说 佛教呢 你说它这个 我说它 佛大 就在这 它就是 它 它是所有的 众生 都是未来佛 就像贵能大师说的 本来本性是居足的 你本来这就是 你应该 这种智慧是有的 贵能大师 一天书都没读过 一个字都不认识 但是它 竟然能够 就是顿悟了 它一下子就 大车大悟了 八个月的时间 它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它就顿悟了 所以呢 我就说 这个佛教啊 这个东西 这个 这门 对我来说 简直是 就是 太伟大了 太精深了 所以呢 它说 它是一切众生 都是 都是这个 未来佛 它本性 都具足的 都有 不管你是基督教徒也好 还是 伊斯兰教也好 还是 这个天主教也好 不管你是学哪门 我认为大家都是 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里边的 其中一种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当它这个 圣经读好了之后 它再介入其他的 介入佛教以后 它就会 对圣经呢 可能会理解更深了 就像我说 我这个读了 我这个 最近这一段时间 集中在这个 无量寿经上 我再反过来去 读这个 《金刚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 清中我好多 我好像好多 我都一下就开了 开悟了 所以在这个 从人文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 佛教确实是 这个 对中国的游学生来讲 你要介入 要融入这个文化 你要读这个 读圣经 参加这个基督教 这是 这是应该的 这有个认为 也是必须做的 但是同时呢 别忘了 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这个 可能现在的学生 好像知道的太少了 因为他们父母 都知道 比如 他们现在年轻的人 他们父母 比我小多了 所以他们知道的太少了 如果有机会 你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缩出去 大家都知道 就有多重要 就是你 你搞科技的 你搞 不管你搞化学的 搞生物的 搞什么 搞高精尖的 研究的 他都赶不上佛教 他通过陈令 他能看到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刚才王贵兰博士 通过他自己的经历 他认识佛的经历 跟观众朋友们来沟通 他认为 当一个人有了宗教 他就会追求善 会追求爱 甚至会传递这种爱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就会和谐 当他有了宗教信仰 他就会有敬畏 他就会保持心灵的平静 他就会正确的看待竞争 他就会有一种持续的动力 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其实这不正是 我们每一个留学生 所想追求 和想得到的吗 所以我说 文化大革命 确实改变了中国 但它不是一种好的改变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 恶的现象 比如说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人与人之间的仇恨 甚至有些超出了道德 底线的行为 其实都是因为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有了信仰 我们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人 看待人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到美国 看到美国人与人之间 每天的打招呼 每天的相互的帮助 美国人特别的一个特点的爱管闲事 为什么 因为他喜欢帮助人 为什么 两个民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其实原来都是一样的 因为有诸教信仰 所以你要想了解美国的文化 无论你是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还是其他的 你都应该敞开你的心扉 去了解它 去感悟它 这样你才能形成你多元文化的思维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王贵兰博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